為什麼現在就開始錄了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開場已經很好玩 哈囉 我是Amy 哈囉 我是莉 我們是阿咪阿多莉 今天來推廣頻道喔 我一個在日本十年的失婚婦女 還跑來跟大家分享在日本的經驗 然後阿咪要這麼的正 請大家多分享我們的頻道 多點讚 多訂閱 多留言 好不好啊 貓耳朵 我們今天戴著貓耳朵 因為錄製的時間是萬聖節 然後等一下要開趴吃麻辣鍋 所以就先戴個貓耳朵啦 喵喵喵喵喵喵 今天講什麼 今天我們要來講最近很紅的新雞女 新雞女 日文 阿咋頭女 阿咋頭女 一直小聰明 賊賊的耍手段的感覺 不同於以往的 裝可愛或小惡魔 新雞女用寂寥男性的本事 令女生們也嚮往 甚至新雞女教主 田中美奈美 還開了節目 阿咋頭女 有什麼事 新雞女 新雞女 又犯著了誰 新雞女 已不心機著稱的台灣女 阿咪和 林 要模仿新雞女的露術 大了 特了 第一招 歪頭 阿米阿米,你要喝什麼啊? 第二招 咬湯匙 第三招 妝生氣臉鼓鼓 聽我們說阿米這個人就這樣啊很煩啊 沒什麼 第四招 交叉的法則 每次都會 忘記這件事情 那這個一到四招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小動作而已 就是因為 你總不能說就是 你去一個約會或是你去一個零 然後別人都沒有任何記憶 然後不是就是那你去那邊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做一些心機 然後我之前有個後輩 他就大概在喝酒的時候一直這樣 煩惱 很可愛 好想把他帶回家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第五招 因為呢 因為呢 這個就是最近日本還沒有流行的五個精字訣 就是用來在跟男生就是講話的時候 然後稱讚他的這五句話 分別是 說實在 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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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我們來臉一次給他看喔 阿咪講喔 我今年就是做了20本書耶 すごいですね 還蠻爽的 你知道喔 而且其實我都有休假喔 然後我工作時數也很少 恩 流行 喔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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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欸 そうなんだ 知不知 勉強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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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麵也長得很可愛喔 有 有 我必須跟大家講這五個字 不能用在一起 越演越僵 以及就是 被用的時候也會覺得這個人心懷不分 對 第六招叫做波薩德的法則 這個是有心理學家背書的法則 要仔細聽一下 好 現在假如 菜單放在我的左手邊 那他有什麼要菜單 欸 勉強勉強 我可以借一下菜單嗎 好啊 謝謝 哇 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在裡面喔 來 用手再拿一次 你看我們兩個距離就很近 而且我今天如果是男生的話 我的眼鏡會不自覺就跑到他這邊 這會變成畫面很親密 然後這個波薩德呢 這個人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 他是去研究很多人 就發現說 我們兩個只要物理距離近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兩個很親近 那我們兩個只要物理距離越遠 就會覺得我們兩個好像很不熟 所以說你如果要跟一個人變熟 你就是要一直跟他靠車 然後第七招 上廁所 欸 不好意思 我想去一下廁所 忘記 有沒有請你再起來一次 好 大家剛剛有發現嗎 就是阿米在要上廁所的時候 有碰我的肩膀 他回來的時候也有碰我的肩膀 就是有一種 啊 被碰了 的感覺 但是又很自然 上廁所阿米有更好的招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一個 比如說大家吃飯的場合 然後發現我覺得還不錯的人 他沒有坐我旁邊好了 比如說他坐旁邊比較遠 他去上廁所 我就會 跟隨著他去上廁所 就比如說他去廁所一段時間之後 那我也起來 去堵他上完廁所出來 就可以在廁所的門口講話 欸 今天是不是怎樣了 什麼什麼的 第八招 幫我開 好緊喔 好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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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來來 這不就開了嗎 好耶 謝謝 就算你看得起來也要 就要幫你開 因為他就會覺得很開心 第九招 戴帽子 我要換一下 欸你那個帽子好好看喔 啊對 是嗎是嗎 這其實是高球帽耶 欸真的嗎 對啊我一直想要嘗試這種帽子 但都沒有戴過 沒有勇氣耶 你應該很適合 真的嗎 你再借我戴一下 欸好可愛喔 還不錯耶 那我下次帶你去買 好啊 你看 是不是借戴帽子 就賺到一次約會機會了 大家保護有機會 如果那個人剛好戴帽子啊 什麼戴圍巾啊 什麼插圈圈牌都可以啦 手錶啊手錶可以啊 對啊 然後還有那個 Sunglass也可以 Sunglass也可以 對 反正就是都可以啦 哈哈 第十招 點菜 啊 すみません 給我一盤梅水晶跟 Aヒレ それ待ってました そう よかった 食べたかったで よかったよかった 啊真好 模範模範 因為就是 假如男生負責點菜的時候 那你這時候他點那個東西 就說欸我也很想吃這個 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欸 我的點菜能力備受肯定 對 以及就是這個人跟我的 就是食物的興趣是一致的 那其實大家蠻重視這一點的嘛 因為你約會啊 怎麼從食物興趣一致是很好的 那看完這些招呢 其實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心肌女是非常努力的一群人 就是假如比如說以前我們都會說 欸女生不要常常回信啊 女生要晚點才回訊息啊 女生不要一直接電話 不要讓她找到你啊 不是 心肌女她每一個都秒回 可是重點是她可能夠一百個人這樣 對 因為她就是很認真的在灑她的漁網 跟很認真的在釣紅魚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天看到一個 就是節目上講的一個女生用招 也是超厲害的 因為她首先她是 就是日本人會一次會喝完 要去二次會嘛 旭湯 對旭湯的時候 她就是先 那個就是一個很有身價的做法 就是她就是要走了 她就不跟你們這群人 對啊 因為你知道跟去的那群女生 沒有人會記得她們是誰 走掉的女生 大家會記得她們是誰 可是走掉的時候會有一個風險 就會看起來有點冷淡 或是好像我對你們沒興趣 所以她就用一個方法 來 不好意思 我先進去泥車 不要 你們一定看不懂對不對 我來跟你們解釋一下 這個呢 是一個叫做Modeki 她是漫畫 也是那個 有拍電影 是常哲雅美跟 莫莉 山山未來演的 然後 那個女生呢 就是常哲雅美 她也是就是 跟大家說我不要去續攤了 所以她就演人者 就是人數 要消失 然後手裡見手裡見這樣子 所以就很可愛 然後女生也會 也會覺得 哇現在你都願意捨身這樣了 我還能怎樣 就會一個比較順的 退場 可是台灣人如果覺得這個是不是太誇張了 台灣應該不能用更糟喔 台灣應該不能用更糟喔 太可怕了 我覺得 用這糟大家可能會講 就會想說 你要回家你就回家就好 好但總而言之 大家可以就是 因人而異議 如果好 你不要追求日本男生 你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你是要追台灣男生 那可能 要少掉一些演的部分 但總而言之 就像那個節目主持人講的 因為你用心機 是為了要讓自己 著得幸福 那又有什麼不對呢 其實反而是 自己的努力也還不錯啊 都比什麼都不做 坐以待斃 好吧 那最後我要問一下 你是心機女嗎 你一定是啊 我還好啦 小心機 我還好 我真的還好 那你咧 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為我好像 你這樣手道勤來嗎 對對對 我就是直接的去表態了 吃了他 就是我國中男朋友 他自我旁邊 我就直接往他耳朵吹起 我不會往他耳朵吹起 我會露出他的我 根本就是一個 可以被逮捕的 哈哈哈哈 那如果有台灣的男子呢 有被撩到 留言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很難去看到 其他女生直接撩的現場 對 好那掰掰 掰掰 等下 大家下説 讓我們來